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加强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 并对那些违反法规的公司予以惩罚 在星期三,德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科纳威 俄亥俄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李安 以及威斯汉申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等议员引入一项新法案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披露完整的审计报告 违反美国监管规定的公司将会被退市三年内不得重新上市 目前中国政府通常以国家安全和国际秘密为由 限制美国监管机构查看总部位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 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完整审计报告 上述议员表示 该法案将会增加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公司的透明度 确保投资者利益获得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